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奕芯Mashina 今次由我殺入娛樂演講廳為大家下席做主持 一年一度的動漫節又開落了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今次還分為港隊和台灣隊 他們還來過大鬥法 香港古龍隊友袁家敏 陶子俊 吳曉曉 黃子嫣和黃河欣 而台灣金融隊就有小熙 蕎米 佩君和小蘋果 他們還鬥空舞蹈上圍 黃子嫣最後成功贏了衛港爭光 連袁家敏都大贊勁 剛才玩鬥大 為什麼不試自己出馬 我要給其他女生機會 對 而且 Vanessa 她也很大 我想她跟我差不多 好像對於台灣隊友對台灣隊友 對我的隊友很有信心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身材都很好 而且都很聰明 雖然台灣隊這次有點失色 不過蕎米就說不覺得台灣隊輸了 香港女孩子好像今天比較性感一點 你會不會覺得今天輸了 今天應該輸了 我覺得不會 大家都各有特色 而且每個人的特點都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有比腿長 小嘴 還有大熊 大家都各有自己的特色 不會覺得輸了 那你在賣點心嗎 我覺得我比例很好 就是我的身材各個比例蠻好 而且我的腰很細大 除了動漫節之外 藝人的感情生活 當然是大家值得關心的一事 今年年初 林欣彤就被爆捲入多角戀和家寶 正當大家以為她的感情生活 會黏黏亂之時 其實她是越來越好才對 二年25歲的林欣彤 除了越住越豪之外 原來還密密戀愛中 和四眼新歡愛得甜蜜的她 這日做完事之後 就搭的士去大圍等新歡 她們還似足小情侶似的 騙在馬路邊 不停聊不停笑 由天光聊到天黑都還未夠後 之後她們總接了另一位友人 齊齊去MAC的香歸 直落繼續談情 無謂的還有53歲型男湯告老師 近日就有美國傳媒踢爆 傳她和31歲的亂口女友求婚 消息指 如果靚到湯求婚成功的話 就會計劃年底在英國倫敦舉行婚禮 第四度做老陳 還有傳靚女湯和女友EmilyThomas 是因為女友的樣子 始終前妻機替何無事 其實靚女湯和女友很恩愛 靚女湯拍戲的時候 女友都會在身邊打點一切 這麼好的女朋友 如果這件喜事真是成功的 真是恭喜了 兩個人一起 最重要是互相信任 李燦森上個月夜蒲被拍到男女 這日她就為男女一事進行解話 還說自己和老婆關係沒有問題 在夜店音樂那麼大聲 可能會說話靠近一點 或者又喝多了少少酒 才會想像這樣的情況 又想腰又疼 好了 總之這裏交代一下 自己會檢點一點 不會再有下次了 OK 羅琳五十歲打入寫真戰 成為熱話 引來多個國家爭著報道 為什麼她的身形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如果想看的話 快點去我們東網巨星看羅琳真人示範 不過去東網巨星之前 我也有幾招瘦身keep it的要教大家 等大家這個夏天不用再收起來 對不對 講到瘦身之道 其實最重要都是身心健康 我自己個人不太建議吃減肥藥 始終會損害身體 我建議吃香椒 奇異果 和西柚 最重要是多喝點水 再加點菜 香椒 大家都知道 有排便這個功能 可以將體內的縮便 慢慢地清除 奇異果 好吃之餘 還有減肥的功效 西柚 至於你每天喝一杯 或者吃一個 很多人都說 你吃完之後再做運動 會有一個keep fit的效果 是會令你鬆弛的肉 慢慢地去吸收 希望我以上講的東西 可以幫助到大家 拜拜